在今年2月初拍摄的影片中 太空鱼叉成功的穿刺并捕捉到一片试验用的太空垃圾 这是一次新科技的概念验证 专门针对清理在地球轨道上 数量如汪洋般的太空垃圾而设计 西蒙·费洛斯是清理太空垃圾计划 Remove Debris的科学家 太空鱼叉是设计用来捕捉大型碎片 像是过时的卫星 并把他们向地球回送 好让他们在大气层中无害的分解 空中客车公司的彼得斯蒂尔做了鱼叉展示 漂浮在我们大气层外的太空碎片估计有7000吨 每个碎片移动的速度都足以对运作中的卫星 火箭 太空站 甚至宇航员造成严重的伤害 但是鱼叉只是测试中的科技之一 这个团队同时也试验用网来捕捉太空碎片 萨里卫星技术公司的凯蒂巴什福德表示 这些试验对解决问题至关重要 目前美国持续追踪约1万7000件在地球轨道上移动的物体 但是有数以百万计由1厘米到10厘米大小的物体 却因为体积太小而无法追踪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因此提打银唯一 重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